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 前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要接任交通部长 那么卓奎向大众说明理由是因为陈世凯 他年轻有学习力肯打拼配合良好 对此立委赖世保就举例当年的吴英宁 出任北农总经理 被凤刺是实习生这件事情 赖世保就大算民进党党政真香 只要线上实习就能够快速高升 卓奎要从陈世凯有限的经历中 把一根鹅毛要吹去成一只鹅 真的是辛苦了 所以我们就继续请教到大千歌咯 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有很多的争议呢 就是因为陈世凯嘛 他虽然要接任交通部长 但是他并没有任何交通还有工程的专业 他的学历根据这个行政院的官网上面 他是东海政治系的学士 还有北科大经营管理系EMBA的专班硕士 所以外界就说嘛 这个完全就是外行吗 难道现在要领导内行吗 跟有人说陈世凯他唯一出任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很听话 大千歌怎么看 当然啦 听不听话忠不忠诚 这是民进党过去这些年来所展示的用人哲学 所以这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陈世凯这个任命之所以会引起外界这么大的争议 是因为交通部部长这个职位非常的重要 各位知道在内阁各部会里头 掌握庞大的预算跟资源的部会只有几个部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我过去在担任立法委员那十几年间 其实很多立委都打破头都要进交通委员会 因为交通委员会其实掌握了很庞大的这个国内基础建设的预算 那么你成为交通委员会的委员 你对于交通部的这个决策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你就可以从交通部争取到很多的经费 回去建设你自己的选区 所以各位就知道交通委员会都抢的这个让立法委员抢破头了 那更何况是交通部长呢 那交通部长就扮演了整个行政院里头掌握了很大一块的这个预算配额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么哪一个派系或者是哪一个人去担任了这个交通部长的职位 某种程度来说他的派系或者是这个团体 他就掌握了整个交通部位来资源运作的这个方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陈世凯被任命为交通部长的时候 外界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 为什么会任命一个过去没有任何交通专业跟经验 甚至看起来学历也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关系的 这个陈世凯来担任交通部部长 如果照卓龙泰的说法因为他年轻啊什么有活力啊 肯学习这三个条件啊你现在把它拨到那个1111人力求职的这个平台 说我们要这三个条件来征选交通部长 我想全国大概可以来个500万人 所以呢这跟陈世凯一样的条件的人在台湾又不是只有他一个 那么甚至可能学经历会比他更好 那为什么因为年轻啊什么有活力啊肯学习啊 这样就可以当做交通部部长 那如果照这样的讲法来话 那简直是把这个过去这些交通部部长 他们这一生的努力都踩在脚下的 所以其实从这个卓龙泰啊 好不容易能够挤出来的这几项条件 来向外界做说明 更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清楚的体会到 这就是民进党啊 你听不听话你有没有忠诚度 然后呢你能不能够代表我这个派系的利益 我将来给你下达的指示 你会不会乖乖的进这个执行 这不只是在陈世凯身上 我们过去在NCC身上看到民进党操作的一览无遗啊 民进党操作如必实质 为什么就是因为听话 所以听话才是最重要的 你至于说其他的什么年轻有活力肯学习 这些都是鬼扯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七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Do Your Care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